點餐排隊 然後取餐再挨個排隊啊 我現在在徐州的解放路啊 現在是早上的六點多 這邊有一家本地人非常喜歡去的早餐店 非常有徐州的特色 現在我打算去試一下 大老眼就看見人好多啊 這邊在排隊 然後這邊也在排隊 進去看一下吧 來一碗灑湯 然後來個八股油條 灑湯是普通的 然後來個牛肉鍋貼 哪邊都要排隊啊 我們可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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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這幾碗 兩碗放 給一個吃大 好 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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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吃完 兩碗 吃個早點真不容易啊 排了好幾回就對了 一碗灑湯 一份牛肉鍋貼 還有一根八股油條 趕緊來吃啦 先來一個鍋貼啊 七塊錢一兩五個 但是我去舉鍋貼的時候感覺 我可能買錯啦 因為我看大部分人都是買了那個煎包 那個可能更好吃啊 它這裡面的餡 倒是挺大的 有點像那個煎餃啊 還可以 再來看一下這油條啊 八股的油條啊 還真的是第一次吃啊 形狀很特別但是 吃起來其實跟那個普通的油條 好像是一樣的對 好像沒什麼區別 再來看一下這碗灑湯啊 我要的是一碗普通的 三塊錢一碗 就是沒有加雞蛋的 它底下是一些賣人 還有一些雞絲 來一口啊 它這個好像是雞湯 然後加了一些胡椒粉 很鮮甜啊 然後上面點了一點香油 味道還不錯耶 味道還不錯耶 一口油條 一口灑湯 我看他們還有的把這個油條 泡到裡面吃啊 試一下 它就變得有點軟 泡的汁也不錯耶 吸收了一些灑湯 吃這頓早點真的很不容易啊 排得四次對 點餐的時候排隊 然後拿油條拿那個 這個鍋貼 還有這個灑湯的時候 分別又排了一次對 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 每個桌子都是在拼桌的啊 吃到最後這底下好多賣人啊 它這還有二樓啊 二樓是點套餐可以不用排隊的 不知道是套餐比較貴 還是人間消費比較高啊 就是我們在排隊等的時候 然後前面找好一堆 就直接掐個給端走了 端二樓去了 就是個人覺得這點 好像有點不太好 感覺有點被 區別對待了 然後就這個灑湯而言 個人真的不非常喜歡這個味道 覺得非常好吃 確實不錯 有沒有吃過的小小飯 你覺得怎樣